欢迎收看有熊老师陪你教数学 其实在国中国一下的课程里面 这个笔跟函数它放的时间篇幅 课程长度并不多 但是因为笔跟函数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实用的概念 不只是它有应用问题而已 还包括就是用笔来作为计算的一个思考的基础 它用函数来作为看待许多问题的基础 它们都是很实用的概念 所以我们花稍微多一点的篇幅来介绍 那在前面介绍了这个笔 然后笔利式 然后这个色阿来推论 然后求连笔 到这里呢 然后我们还学了占笔嘛 对不对 占多少 占80% 然后学浓度跟K金 到这里呢 我们来这个看一下 笔它呈现的形式可能有其他种模式呢 就来看这个2A等于3B等于4C的话 那如果我要求这个A比B比C 要把它求出来的话呢 那这样要怎么算 那个传统上的做法呢 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在国一上有讲 把一个三个连续的等式 把它拆成两组 一组是2A等于3B 另一组呢 是3B等于4C 那这样子呢 其实你也还可以再抽一组 是2A等于4C啦 只是呢 这三个哈 这一组 这一组和这一组呢 这三个其实只有两条是有效的 就是第三条是用另外两条带出来的 所以它意味着是两条等式 只是说你这三条取拿两条都可以 那这个2A等于3B的话 我们前面其实看过蛮多次了 它可以推论出来A比B是3比2吗 这应该能够想象 就是说如果A是3R B是2R的话 这边就6R等于6R嘛 对不对 所以A比B是3比2 那不过呢 因为我们等一下要进行一些推论 那在这里练习这个推论的基础 所以我们来推论这件事情 2A等于3B A比B是3比2 那为什么 在这里再次的强调 跟各位这个家长老师们强调一下 包括学生 我们学东西呢 你们一定要问学生 为什么 如果他会写你也要问他为什么 然后来让他知道说 其实第一个这一定是有道理的 第二个就是确认他是不是真的懂 而不是只是记得这样 包括学生也要会自己问自己 那我们之前曾经有说明过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那不管你记不记得 其实有很多说明的方法 我们在 我们在这里呢 来练习一个方法就是 2A等于3B 以后我们看到这样子的式子 要想要去这个 让他能够得到一个比的话 我们有一个方法就是 等于K 我们之前不是说设R吗 那设R的话我们是把R设成是 如果A比B是3比2 那代表这个 他们两个数字经过了一番约分 会约成3比2 对不对 所以我们之前设R的意思是指说 把它设成是 约掉的那个部分是R 但是在这里呢 我们因为我们还没有写成比例式 所以我写2A等于3B的话 我就让他整个是R 这样子我就可以去推论 2A是R嘛 2A是K 红色的是K 2A是K 所以 A其实是2分之K 那3B是K 所以B其实是3分之K 这么一来呢 A比B就是2分之1比3分之1 对不对 所以其实这个道理 可以直接用说明的 就是2A等于3B 那既然2A等于3B 他们想必是某一个数字嘛 那2A等于3B是某一个数字的话 A要乘2才会是这个数字 而B呢要乘3才会是这个数字 所以其实A是这个数字 所以其实A呢是这个数字 它跟这个B的关系 就是它是这个数字的2分之1 B是这个数字的3分之1嘛 对不对 就是我们就算不写 用推论的你也可以想出来 所以2A等于3B的话 你可以说A跟B的比会是他们这个系数的导过来 A跟B的比是1分之1比1分之1 因此其实就等于3比2 这样可以 那所以这也是一个推论方式 所以其实这里3B比4C呢 我们可以得到的是 B比C是4比3 所以上次有交连比 A比B比C的话是 3比2然后4比3 所以是6比4比3 对吧 最后是6比4比3 这是这个比 那我们在这里呢 用刚才这个推论的模式 然后我们一次来推论 这三个 也就是说2A等于3B等于4C 就是刚刚那一题 我们直接让它等于K 因此我可以说 A等于2分之K B等于3分之K 而C等于4分之K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A比B比C 就是2分之K比3分之K 比4分之K 然后K被约掉了 所以是2分之1比上3分之1 比上4分之1 好那所以是多少呢 我们要画成最减整数比嘛 所以把分母特最小公倍数12乘起来 所以是6比4比3 这个就是2A等于3B等于4C 我们就可以推论这件事情 最后最减整数比其实不用记啊 总而言之再去画就好了 所以2A等于3B等于4C呢 那么A比B比C就是2分之1比3分之1比4分之1 这个不用背 但是呢 请你把它抄在笔记本上面 抄的时候自己想过一次 下次看到的时候呢 你还记得结论你可以用 你不记得结论 至少你要知道 其实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你要知道怎么去推论 就是2A等于3B等于4C 我让它等于K 于是展开了推论 最后结论就会出来 那最后你这个结论 你到底有没有记得 就单看你第一记性有多好 第二 你是不是做了很多次吗 总而言之 你要懂得推论的技巧 来看下面这一个 所以我们这个推论的 核心的部分 我们会用不同的方式来练习 也就会让你知道 其实我们的这个写法非常多种 你光是要用背的是背不完的 像这个第二题 A分之1等于B分之2等于C分之3 所以A比B比C是多少 多少 这个我刚刚有说 光背的背不完 其实不是完全无稽可循 2A等于3B等于4C 它们乘起来会是某一个数字 因此 A要两倍 B要三倍 C要四倍 所以A其实是那个数字的 2分之1 3分之1 4分之1 这样子比 你可以不用写 但是其实你在心里 就做过了一趟这个说明 像在这里也是一样 这个等于K 所以我们把它整个翻成导数 你会发现1分之A等于2分之B等于3分之C嘛 既然这三个数字相等 它导数了当然就相等了 那这样子会等于这个K分之1 其实你也可以在这里再来设 我们可以在这边再设都可以 只是我觉得在这里就设K 是比较好的 为什么 就是养成一个习惯 你要去推论 三个连等式 把它尾巴设一个K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推论的习惯 所以我们还是照做好了 只是说这里会出现K分之1罢了 没有关系 因此呢 A1分之A是K分之1 所以其实A是 这个K分之1 K分之1 那B呢 它其实是2分之B是K分之1 所以两边乘2 B其实是K分之2 而3分之C是K分之1 所以C是K分之3 所以A比B比C 你就不难发现 其实它到时候分母的K约掉 所以是1比2比3 可以吗 我们其实不难看得出这件事情 你把它想成是通分嘛 就是既然在通分的过程 这个变2倍 所以这个变2倍 这个变3倍 所以这个要变3倍 所以你应该可以发现 这个分子分母要成固定的比例 这样子这个分数才会等于这个分数 才会等于这个分数 所以A呢 它其实就是1R B就是2R C就是3R A比B比C是1比2比3 对不对 最后点呼应我们前面讲这个方程式 二元一次方程式 如果AX加BY等于C 它会跟DX加EY等于F 无限多足解的话呢 那你可以说这个 这个比这个比这个 等于这个比这个比这个 然后这两个比也会等于这两个比也会等于这两个比 所以你就会发现ABC 其实就是它的分子1比2比3 既然分子是123 要相等分母当然也是123 这样约起来才会一样 但是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 A分之1比B分之1比C分之1 如果是2比3比4 那这样子会怎么样呢 其实呢 我们都是同一个逻辑 我刚刚讲 这个三个连等4的话 让它等于设K来推论 那如果今天你抓到一个比的 怎么样 设R 所以A分之1是2R B分之1是3R 这个C分之1是4R 对不对 那你就会发现呢 你也可以说等号两边同乘A 再把这个除下来 你也可以说我这个导数 我就把它翻过来 那这边就会跟着翻过来 因为这个 假如说A是5分之1 那A分之1就是5 所以说我这里我可以推论出来 A是2R分之1 B是3R分之1 C是4R分之1 然后这个A比B比C 到时候R约掉 所以它其实是1分之1 比3分之1 比4分之1 所以它们导数乘2比3比4 那其实A比B比C 就是把这个234都翻过来 对不对 我这边翻翻翻 这边也翻翻翻翻 翻过来的话 所以它其实是这个乘12 6比4比3 对吗 就我刚刚说 最后这一步变成这个最减整数比 其实不是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你要能够推论 然后你如果可以捕捉到这个阶段结论 之后可以拿来用 那样大概将是很好 但是要不然呢 你至少要会做这些推论的动作 其实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可以吗 这个 放地上 2 A分之2 等于BC分之3 等于AC分之4 这样子的话呢 要求A比B比C 那来记住这件事情 你如果看到分母有出现 像这样子两个两个 不止一个嘛 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记最少量的 我们刚刚说 如果是连等式的话 色可以推论 如果是比例 我们早就知道了 色R 如果你在这个式子里面看到有 这样子 有这个 两个位置数在分母的话 你把它同成 ABC 既然我是等式嘛 我就可以同成ABC 同成ABC的话呢 它就会变成 这里成ABC AB会约掉 我们写大一点 然后真的成 所以先把题目抄一下 然后我同成ABC 所以这里成ABC 这里成ABC 这里成ABC 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AB跟这个AB约掉了 所以剩C 2C等于 这里BC约掉了 所以剩3A 这里AC约掉了 所以剩4B 于是这个就是我们前面 刚才有推导过的一个 只是数字不一样了 所以2C等于3A等于4B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我们再来练习一下 就不是2K 这个2C等于3A等于4B 等于某个数 那A要乘3B要乘4C要乘2才会是那个数 所以其实C比A比B呢 是这个2分之1乘上 3分之1不是乘上 抱歉 是这个2分之1比3分之1比4分之1嘛 对不对 如果C是2分之1R 乘起来就刚好一个 A是3分之1R乘起来也是一个 B是4分之1啊 乘起来也是一个R 所以C比A比B是 同乘这个12分母同乘12 所以是6比4比3 那他最后问的是A比B比C 所以答案要回答 4比3比6 可以吗 这是这样子的问题 我们刚才写的这几题都抄到你的笔记本上 包括推论 自己推过一次自己想过一次 那如果要教学生的话 一样都 我的建议就是这些题目都教 让他知道说其实题型是记不完的 让他知道说其实核心的推论的模式 一定要能够让自己去做 来看这里 所以ab分之1比bc分之1比ac分之1是2比3比4的话 你看又一个不一样的 刚才是这样子等 现在是这样子比 对不对 那还是刚刚那句话 因为这里都出现了两个未知数 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个比例呢 比例4呢 他其实是可以同乘一个数字的 2比3比4如果同乘2就是4比6比8 还是2比3比4 所以我们在左边这边 全部同乘abc仍然称完会是2比3比4 对不对 就是这个我写一个 比如说a比b比c 如果其实是1比2比3 那2a比2b比2c呢 他应该是2比4比6嘛 但是其实你又把他约掉 仍然是1比2比3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在这一步 也可以这样子 把左边同乘abc 同乘abc之后 这个ab分之abc约掉剩c 同乘abc bc约掉剩a 同乘abc 然后ac约掉剩b 2比3比4 所以abc就是3比4比2 你看每次题目出来 中间的这个情形不只是答案 包括中间的这个情形都会不一样的 但是其实我们推论的模式就是这样子 所以掌握这个推论的模式 然后多做让自己熟 2ab等于3bc等于4ac 所以我们刚才是 我们刚刚看到的两个位置都是在分母 所以我们同乘abc嘛 那么这一个其实我们同乘abc就可以了 对 那你可以取得这个 同乘abc是一个方式啦 于是你会取得同乘abc的话 你会取得2分之2等于3分之3等于4分之4 如果你还有印象 我们刚才就说这样子分值比2比3比4 这些分数会相等 代表它分母比其实也是2比3比4 所以a比b比c a是3了是3比4比2 这样子 那 a比b比c是3比4比2 所以a是2 3r乘上4r乘上2r乘起来的话是 834r 3次你乘了3个r 对不对 24r3次是192啦 其实这个r是 8 r3次是8所以r是2 所以其实a跟b跟c分别是6跟8跟4 合起来是18 这一题 看下面这一题 xyz不等于0 a加b比b加c比c加a是3比4比5 那求这个a比b比c 那其实这种问题呢 我们可以回过头来求 不用了 好 再一次 其实这种问题呢 我们把它拆开来求也是很容易的 算了 就设r就好了 再这样一次 好来看第二题 这个 a加b比b加c比c加a是3比4比5啦 那他要求a比b比c 既然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我们还是一样怎么样 看到比嘛 设r 所以a加b等于3r b加c等于4r a加c等于5r 这样子 那 a加b我们把它当成这个多次方程 多元的方程式来解 a加b是3r b加c是4r 所以这一试减 这个比较大 这一试减这一试你会得到 c减a等于1r c减a等于1r 结果 a加c是5r 所以这一试加这一试 a就消掉了 2c是6r c是3r 于是我可以推出b是1r 带进去嘛 带这个就可以得到b是1r 然后a是2r 所以a比b比c就是2比1比3 可以吗 再来 3a比1会等于b比2 会等于2c比3 那这个问题啊 其实看起来好像很古怪 其实很古怪的原因是因为没有人这样写 因为这样写是多余的 你其实3a比1 你用比值的角度来说 他就是这个1分之3a等于2分之 2分之b等于3分之2c嘛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们刚才有说 分母比1比2比3 这个3a比b比2c也是1比2比3 然后前面介绍过了 所以我今天要去取a比b比c的话呢 我直接把它除3 这个除2 然后再同乘6 所以是2比12比9 好不对18 那其实你有另外一个做法 就是我们刚才有说到比自己本身 比的前后项可以去乘或除一个数字 对不对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就可以去追求这个 让他可以直接比出a比b比c嘛 所以3a比1他其实会等于a比3分之1 那他会等于b比2喔 然后又会等于2c比3 其实等于c比上2分之3嘛 所以a比3分之1是b比2 是c比2分之3 我们前面讲过 这样a比b比c就是3分之1比2比2分之3 这样也可以解出来 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 然后这个是作业